朋友之间借钱合理吗 那么多我哪有啊 你别骗我 我看你弄的车倒是旅游又是玩的 你能连十万都没有 我确实没有啊 你工作这么多年十万都没攒上啊 怎么昏的你 你呀别老玩了 你攒点钱吧 那你有多少啊 我就几万吧 那也行 你看你能借我多少吧 不是我有多少我也不能借你啊 借钱是借鸡不借穷 你这又不是急用 我急啊怎么不急啊 那个房子早买一天就多生殖一天 啊这不叫急啊 再说我自己都没买房子呢 我怎么借你钱买房子 对啊你又不买房子 放着不如借我 我这还能投资 我结婚还用得上 我还没结婚呢 对啊你也不结婚 你也不急用钱 那你就借我呗 你这不叫急用 那急用是有个病有个渣应急的 你这就相当于 你要做买卖 找人凑本钱 你借钱提高自己生活质量 那借你钱的人怎么办 行了行了行了 我明白你意思 给你利息 给你打借条也行 我心思咱俩这么多年关系 不用这么麻烦呢 什么意思啊你 我不是说呀 我之前有个哥们 你不认识 也是结婚买房 跟我借十万 我二话没说就借了 哪像这么费劲 那太好了 你之前借给过别人钱 这时候你需要钱了 你找他借啊 他刚买完房 还得还贷 哪有钱 这个钱我借不了 你要是觉得我不借你钱不合理 那就是咱俩三观不同 嗯是不太相同 你这个人啊 出事一直挺别扭的 唉行吧 这次我是感觉到啊 跟朋友借点钱真不容易 之前我觉得 朋友之间就是够意思就完了呗 借十万那不是简单吗 唉这一看 借个两三万都难呢 我觉得跟朋友借钱 这个事根本就不成立 你像我不会跟好朋友借钱 因为跟好朋友借钱 你多少会影响感情啊 我也不会跟一般的朋友借钱 因为人家根本就不会借给你 所以你这个情况呀 行了就说借不借吧 借不了 行吧可算明白了 真有困难的时候 能帮你把的才是真朋友呢 你这根本就不是困难呀 你这这样吧 你借我十万 我要买房 你借我好不好 你不是说真朋友吗 那你借我吧 行了行了 没工夫给你包 真费劲 挂了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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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